今天的主题是信用卡异角款会有问题吗 今天来跟你聊一聊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那我们额度够不是可以轻松刷慢慢刷就好 那怎么会忽然间需要异角 我是宝可梦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叫做信用卡的异角款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异角 那我们额度够不是可以轻松刷慢慢刷就好 那怎么会忽然间需要异角呢 那异角有没有一些详细需要注意的 今天这一集来跟你聊一下 那第一个主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异角 我们简单思考一下 如果你申办信用卡你是小自主 一个月的薪水三万多好了 那你大概一年的收入接近五十万 银行他在评估之后 他可能会给你的额度是五万到十万 那五万到十万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还可以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买比如说最新的Apple商品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iPad Pro 然后你可能要再来一个iPhone最新的 因为昨天也是WDC发表会才刚结束 有一些硬体上的软体上的升级 我觉得还不错 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要入手 那这样的话你的额度 如果只有五万块 你可能要买两三个商品 你就不够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你先把一笔钱缴进去 那你就可以来进行刷卡 所以这个是一缴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大的效用 就是在你自己的额度不够的情形之下 你把钱缴进去 那么你就可以再继续刷卡了 因为之前有讲过 信用卡是无担保负债 所以银行他会有一个额度的限制 当你超过这个额度的消费能力的时候 他当然就没有办法Approve 没有办法符合 所以就需要做议交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Lead 就是两年前 不知道我们的印象 这个国军有一个私烟案 那个有一个军官 就是名字叫吴宗献 然后现在被抓去关了 就是他是使用植物之变 帮忙就是透过华航的窗口 来带买这个私烟 买烟 然后他就从中就是有做到牟利的行为 这有点类似是像大耳采购 就是他先跟国军弟兄收钱 然后最后帮忙买烟 之后再把烟品给大家 不过他是因为刷卡的关系 所以他赚到的刷卡回馈 赚多少呢 据新闻所言 他那时候用的是派钱包信用卡 所以玉山那个时候超夯 他好像刷了接近1000万 比如说960万来算的话 960万的3%多少 接近29万 这29万的PP超好用 你如果拿来搅底水电费 还是来买超商的商品 你真的是花都花不完 所以这个是蛮厉害的 所以他的额度 怎么可能有900多万1000万 他做不到 所以他是怎么做 他一定是先跟他的窗口 或者是国军弟兄收钱之后 他把钱汇到他的玉山银行的 信用卡户头里面 所以他的额度有扩增之后 他就可以再去刷卡了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 叫做所谓的异角 我记得两年前 如果你去翻相关的新闻报道 你会发现很有趣 那时候很多人在讨论说 到底什么是异角 什么是预付 什么的异刷之类的 然后说新闻也是 就是真的闹闹哄哄的 我记得到时候 好像也有一些新闻 有采访过我吧 可能是非凡之类的 好像有去 大概2018年的时候 事情大概两年多前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额度不够的时候 你就要把钱搅进去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讲 这个主题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最近在网络上 有人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HSBC的信用卡 它不接受异常的异角情形 比如说你的额度只有5万到10万 但是你每个月的刷卡额都是100万 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简单举例给你听 比如说你发现 HSBC会赚卡的缴税费回馈很好 那你每个月你家里面是工业用电 然后你都可以透过接口支付 然后来缴费赚最多6%的现金回馈 所以你可以就是把家里面的工业用电 或者是你们工厂的用电的 这个电费或是水费的账单拿来缴 你就可以多赚 那很多人就利用这个 也不算漏洞 就是银行开出来的活动回馈来玩 结果因为它的额度只有10万块 但它一个月可能 四五十万的电费要怎么缴 它就只好先把钱 放到自己的信用卡户头 再去所谓的缴款 那这种情况之下 银行它当然是大失血了 因为它给出去的点数非常非常的多 那事实上它这个给接口支付的这东西 只是就是左手进右手去 其实也抓不太到什么刷卡回馈 就是所谓的手续费回馈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觉得不行 它要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所以它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 就是它还没有公告说 这个一脚不予回馈的这个规则之前 它其实就把针对某几个特别的大户抓出来 然后直接透过某些相关部能打电话跟他讲说 这个我不给你回馈 甚至你的卡片我不给你用 那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赢家在玩的游戏 没有办法 因为消费者是使用者 这种事情当然是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 所以有人扬言要去提告 去金管会里面去提出申诉 然后让金管会去查询 那这件事情其实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消费者跟银行的斗志 因为银行的规则就是这样子 然后消费者找到了类似像漏洞 或者是说法规上面有所疏漏的地方 因为游戏规则上有所疏漏的地方 所以他就大量的去使用 那银行不堪亏损的负荷之下 他当然就想办法把这洞补起来 所以就会有这个异角的问题 所以回到根本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年年提升额度 比较重要 就是如果你额度只有10万的 请你想办法 就是提升你自己的本职收入 然后年年来提升 提升你自己的额度 比如说10万20万30万50万 那这样子你怎么去玩 你都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要讨论的 就是为什么要异角 那第二个 就是异角刷卡会有回馈吗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趣 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如果我的额度只有10万块 但是我一个月刷100万 我是不是只有我的额度10万以内才有回馈 那剩下的90万是不是没有回馈 那我干嘛刷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那据我所知 大部分的银行 其实你异角是有回馈的 比如说前一阵子很夯的 联邦赖点卡 你那个缴保费 异角的部分有没有回馈 是有的 第二个 J卡 其实大家很喜欢拿来 在局质支付上面 在超商做缴费的部分 有没有回馈 也是有的 那么这个异角部分 他其实并没有明文排除 所以你的额度就算只有3万5万 重点是有卡 那你有钱之后一直一脚进去 其实你可以拿到源源不绝的 点数回馈 甚至有些人 他们在网络上也是很无私的分享 就是公司不是都会有所谓的 营业税吗 营业税可不可以再超商缴 可以 所以他就是利用局质支付 再加上这个J卡的3% 然后在小七缴营业税 那怎么缴都有3%回馈 这个银行也是亏死了 所以他们近期可能也在拟定一些策略 或者是来辨识出你的刷卡 到底是一般的新增消费 还是属于缴税费 或是超商消费 他可能就予以排除了 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不可能就是百日红 花五百日红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银行就会见好做收 这没有办法 这也是提供给你参考 其实还是有一些银行 它是一脚没有给予回馈的 比如说ZATA银行就是这样子 所以ZATA之前在推出现金回馈 预期感1.88%的时候 它当初打的口号是叫 现金回馈无上限 但是实际上它的上限就是你的额度 比如说你的额度只有五万块 你不可能刷一百万 你只要一脚进去的钱 它都是不给你额外的回馈 所以还蛮烂的 但是你也知道 其实这些外商银行给你的额度都很低 像我ZATA一开始只有五万额度 很少 然后现在慢慢的调升 才调到大概16万而已 那HSBC的话 因为我有三张卡 第一张一开始只有八万 然后现在调到16万 后来我加办了 这个汇丰旅人卡 我的额度28万 然后现在又再加办一张 那个汇专卡 额度只有22万 所以这三张加起来有超过50万 但是因为它是各卡独立额度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它 全部攪拌在一起 所以对于我来讲 如果我们全家的主力卡 要换汇丰卡刷 其实我也会有困扰 我必须要考虑可能 把某些卡片消灭 然后把额度合并起来 所以额度跟翼角 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它也有非常多的细则 你必须要自己去理解 这样子 那也要提醒大家 你的翼角的刷卡金额 是不可以做分歧的 比如说你想要买一台最新的 iPhone 12 Pro Max 那你的额度只有两万块 那iPhone 12 Pro Max 是48400 就是说你大概还欠三万块左右 所以你可不可以 翼角三万块进去 然后最主要就是总金额 来到了你的额度有五万块 那你刷的时候 有时候它的那个系统上面 Apple官网系统上面可以选说 你要不要选择三起零利率 或是六起零利率 或是十二起零利率 那如果你是属于翼角的部分 你是无法做分歧的 就是你这一期 就是要全额付清 然后下一期就是直接整笔脚掉 这是中间的一些 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请你年年调额 然后想办法让你自己的额度提升 这才是正道 用翼角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治标不治本 这是你的翼角的额度 如果这个月用完就没了 这是没办法的 那第三个重点 翼角可不可以退回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在20182017年 那时候也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有新闻讲到 有一些诈骗集团 向准的漏洞 因为你也知道 现在诈骗集团 如果要在银行开户 比较困难 因为用KYC的话 基本上很大程度 能够挡住 这个所谓的诈骗分子 那账便分子就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纸卡人 他有一张卡片 那他可能常常 就很久时间没有再用 那额度只有三到五万 那可不可以 就是你把钱 汇到这个信用卡额度里面去 那到时候呢 下个月再要求 退回到银行账户 那在这种方式之下 是不是就做到了洗钱的效果 所以银行很怕这种事情 就是会发生 所以他们其实也在 信用卡的约定条款里面 有做了一些更正 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洞补起来了 也就是说 他可以把钱退回去你的账户 但是只限定本人账户 那如果他们会去查你的联征 发现说你是被警政署通报的 疑似洗钱人口 不好意思 他也不会让你去退回的部分 所以你就必须要做一个 正常的消费跟正常的使用 才能够就是把钱 退到账上去 但我觉得如果是一般人 比较不会有这种 易退款的部分 除非有一种情形是 我这一次我要参加旅行团 但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我的旅行团取消了 那我是不是有刷了 一笔七八万的团费 那这个七八万的团费 到时候会退回去 信用卡账上 就变成付的七万多八万块 那你这笔钱 你总是要拿出来 比如说你有其他用途 你要投资什么的 那在账上就有矮油 因为你不可能 短时间内花到七八万 那你可以要求银行 去把钱退回去 你的银行账户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是说 每一种款项都可以退回 比如说活动类的回馈 他不给你退回 现在很多银行 都有做这个所谓的 好友推荐 亲友推荐的部分 比如说 揪一户送你五百块刷卡金 那如果你不信揪了一百户 那你是说五万块刷卡金 那这五万块刷卡金的意思 是要你自己拿他们的卡片 再去把它刷卡消费掉 那你如果想要把它拿回来 账上变成现金可以吗 不行 因为他们的条款上面有写 这个如果是活动类的回馈 基本上你要自己把它用掉 唯一的好处是 它没有这个过期的时间 因为有的刷卡金 它是说 可能三个月内要用完 没有用完的话就会归零 那你就必须要一直刷掉 但是像这种MGM的回馈金 它会一直刮在帐上 你就可以慢慢刷慢慢刷 然后把它刷掉 用这种方式的确是可以的 不过呢 它不能够领回来 当做帐上的现金 不然这样它就给你现金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比如说网购满额里的部分 好 比如说你参加这个PC Home 三万送五千 三万送五千 你这个三万块先刷先缴了 那五千块的部分是在 可能次次起才回馈到账上 这付五千块钱 你觉得好诱人 你想要拿出来 就是当现金花掉可以吗 不行 因为它会在账上 就会有限制说 你要用新增消费把它抵掉 好 所以 这基本上是没办法的 就是游戏规则是这样写的 但是 有没有解套的方式呢 其实是有的 我现在提供两招给你 你就可以用刷卡金 最后完美的结局 就转回现金 这个我可以教你 但是基本上会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 它 基本上会有一些会损的问题 但我可以教你 比如说第一个 eToro eToro 它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就是尽管会没有核准 所以 这个方式比较有风险 但是呢 这是我自己用过确认可以的 所以我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但是我不鼓励你这么做 我的做法是 其实我在2019年的8月 我就开始做投资 那我在前一阵子 上个月有分享一笔 我的BTI已经退回了 其实我用的 有时候是银行的MGM刷卡金 有时候刷进去 那刷进去的这个金额 其实 它其实就是一个刷卡的选项 但是过了两年之后 我可以选择整笔 汇回去我的台湾的户头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有点类似 我的刷卡金 拿去做投资 然后最后把它回来我的账户 但是这个时间 至少要耗时两到三年 所以如果你有急用的话 我觉得你在台湾 就自己把它 消费用掉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用法 因为只要可以刷卡 那这个部分最后 是可以把它拿回来的 但你要特别注意 是有些银行 它其实是针对 移托这个平台 是不给予 额外的刷卡回馈 你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像Banky没有了 像玉山也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种海外 有比较高回馈的信用卡来刷 其实基本上路都挡起来了 唯一的例外就是 永峰的必备卡 其实并没有排除 所以永峰必备卡 可不可以一个月刷 一万块金去Etorro 然后赚一千块的刷卡 回贵金 那扣掉它的 那个1.5%的交易手续费 是150吗 是不是还是有赚 有的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你参考 但是我不鼓励 那另外的第二种解套方式 我可以分享 就是Kiva Kiva它是一个国际的捐助平台 这个是 有人有见款寻求 国际上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把钱寄给他 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 也有介绍过Kiva 这个所谓的慈善捐款平台 那你钱借给他 有没有可能会回不来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钱借给他之后 如果那些跟你借钱的人 还给你了 那你的钱最后可以选择退回去PayPal 那PayPal账户的部分呢 你可不可以回来 我们的台湾的银行账户可以的 你只要连结玉山银行 那么你在玉山银行的网银系统 就可以从PayPal的系统 把钱提回来 但是呢 大概会被收取2.5%到5%左右的手续费 所以它不是100%划算的 它只是一个额外附加的一个选项 但是你必须要绕一个圈子 钱才能够回到你的账上 那回到账上之后还是美金 所以你美金换费会不会有汇损 有可能 因为现在美金非常的便宜 所以经由种种的关卡之后 你钱是可以回来的 你刷卡出去的刷卡为贵金 是可以回来的 但是呢 其实都会有汇损 而且不划算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在国内 把它刷掉是最简单的 那今天这一集其实就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大补完 讲了非常多实用的资讯 最后的结论 来跟大家整理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请你要想办法调额 调额才是正道 你不需要做到异角 因为说真的 要我把二三十万的现金 直接先交给银行 我也不爽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我先刷了 然后下一个月之后 再还给银行 那这中间的一个月 我还可以赚利息 为什么你要先把你的钱 丢给银行 让它赚利息呢 我不要 所以请你保持良好的信用 而且年年的调剩额度 是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们家是习惯玩这种 大额的刷卡的 这种人 你要特别注意赠予税的问题 因为父母赠予给自己的亲子 每一年的父跟母 各220万的额度 所以这220万的额度 两个人就是440万 有些人在网络上会分享说 他好习惯 就是比如说 两年前遇上奥尼卡很厉害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是主卡 然后他帮忙来缴 这些储蓄险的费用 那爸爸妈妈的储蓄险 使用儿子的卡片扣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爸爸妈妈的储蓄险 额度非常的高 所以他先刷了之后 再跟爸爸妈妈拿钱 那这样子会不会就超越了 这个每一年220万的 这个赠予额度呢 有可能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们家是非常有钱 而且喜欢买储蓄险的人 你要特别的去注意 这个每年的 这个赠予税的额度 或者你你的资历 你相关的资料都会准备好 当国税局来查税 要跟你扣赠予税的时候 你就要必须要出具证明说 这个不是赠予 这个是协助刷卡之类的 那有没有解套的方式 有 你也可以办付卡给父母刷 比如说 你的玉山欧尼卡的额度 你的额度有50万 那你交给爸爸 跟妈妈来交 那他们有付卡之后 他们自己刷 自己的保单刷自己的付卡 那到时候 他缴管的时候 也是用你的名字下去缴嘛 那在这种方式的话呢 他的钱可以缴到 他的信用卡账户上面去 就不会经过你了 这是一个解套的方式 但是呢 他有一个优点就是 父母的付卡刷的 那些点数呢 还是会归到你身上 所以 基本上还是有解套的 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就是 帮爸爸妈妈刷卡 你可以申办付卡给他们 那他们要缴款的时候 就是缴到那个信用卡的账户 其实是可以的 对 但这应该跟洗钱没有关系 因为基本上就是 缴保费吧 好 所以今天这一集 一缴的款项 希望能够厘清你们一些 不太懂的一些观念 然后并且知道 就是正确的信用卡使用观念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